一直被冠上东亚颠覆的我们努力的想要摆脱这个称谓 终于在今天在世界上掌握了脚跟 现在的我国不管是在经济上还是在哪方面都发展到战争天下 尊重沙场 争夺领土是每个朝代必经历的过程 自清朝以来由于满清的英勇号战 我国就以帝达物国著称 不过也正是由此造成了当时傲慢自大闭关锁国的现象 在之后的战争中不敌他国领土尽尸被冠于东亚蝙蝠的称号 从此被冠上东亚蝙蝠后的中国在世界上丧失地位没有主权 在我们感慨亲战的老吴朗时 我们写看另一个和我们同意相连的国家 它就是被冠上西亚蝙蝠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 通过资料我们了解到 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是15世纪至19世纪 唯一能挑战崛起的欧洲国家的伊斯曼势力 在苏南曼一世的时候 是一个横跨欧亚非相大洲的富裕国家 但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终不能抵挡近代化欧洲国家的冲击 于19世纪初趋于默默 并追踪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米被与协约国之首 奥斯曼帝国因而分泌 虽说奥斯曼土耳其帝国陆国的命运和事相似 也曾经是被冠上对策了状态 但是不同的是 博国后来在继续教育的情绪下 将其一起改造东亚冲击的状态 而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在增加之后 随着凯默领导体力就继续欧洲内相似 经历土耳其共产国 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就此成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